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们平安 我们一起来思想箴言第二章 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谈到箴言跟诗篇很像 诗篇他常常会讲到就是我们要遵行神的律法 遵行神律法就必蒙福走一人横通的道路 那不遵行神的律法就走向灭亡的道路 恶人的道路 那在箴言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把这个上帝教导我们的智慧的箴言 例如说在第一章到第七章里面 从这个家庭教育的角度 父母把上帝的智慧教导给他的儿女 他的儿女把父母教导他的上帝的智慧 生命的智慧言语 当作这个划冠戴在头上 当作金链子戴在脖子上 这样的看重珍惜的话 他的生命也要因此而得尊荣 并且也要荣耀他自己的父母 反之如果不把上帝透过父母教导给儿女的这些生命的智慧真言 那他就是会走向羞辱的道路 因此也一样是两条路 真言跟十一篇讲的都是人生有祸福两条路 你要选择哪一种 那在这个真言的第一章下半段 把这个智慧女人化成为一位智慧女士 公开邀请大家来得着智慧 要谦卑有受教的心 第一章第七节也提到真言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就是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那因此要谦卑在神的面前 那智慧是在公开的邀请大家来得着他 不要做愚昧人 但是第二章让我们看见另外一种角度 智慧好像是隐藏的 以至于你要努力的去寻找他 才能够找得到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 第二章第一节 我而你若领受我的言语 纯迹我的命令 侧耳听智慧 专心求聪明 呼求明哲 扬声求聪明 寻找他如同寻找银子 搜求他如同搜求隐藏的 和珍宝 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 得以认识神 因为耶和华赐给人智慧 知识和聪明都由他的口而出 这边用了好多的动词 领受啊 纯迹啊 刺耳 专心求 呼求 扬声求 寻找 搜求 都是在讲一个态度 一方面智慧是公开向我们呼唤 上帝的智慧 在第一章的第二十三节 上帝的智慧透过他的灵 跟他的话语 要浇灌我们 那但是呢 我们可能是怎么样 很悖逆啊 不愿意被浇灌 也不愿意回应智慧 对我们公开的呼喊 以至于怎么样 充耳不闻 所以呢 要智慧一方面公开的 向我们启示 上帝的话语 这本圣经 上帝的话语 也是公开的向我们启示 可是呢 我们如果态度是 这个充耳不闻 或是态度是傲慢 不谦卑 我们有看也会看不懂 我们有去教会 也会得不着智慧 所以是态度的问题 所以智慧一方面是公开 向我们邀请 二方面 我们需要用很谦卑 很渴慕 不洗一切代价 也要得着人生智慧 过一个有智慧的 有福人生的这一种态度 我们才能够真正得着智慧 这也像耶稣 在传福音的时候 他很喜欢用比喻 其实真言 他有很丰富的意思 真言他的意思 也有比喻的意思 耶稣喜欢用比喻 来跟别人讲 天国的奥秘 也就是说 天国的福音 是公开的向所有的百姓传扬的 可是呢 百姓听的时候 他的态度很重要 他如果左耳进右耳出 就如同天国的种子 撒在地上 被飞鸟夺走 所以耶稣宣讲天国的好消息 他也是公开的宣讲 就像第一章的这个后半段 智慧女士 也是在菜市场 街道上公开的向世人 宣讲邀请来得着智慧一样 但是呢 这个我们常讲怎么样 言者尊尊 听者渺渺 也就是说 说的人很真诚 听者人很敷衍 所以呢 真正那个态度 有没有像说 要寻找他 如同寻找银子 其实原文是怎么样 很像寻找那个银矿 到底哪里有这个宝物 有银矿 然后搜求他 如同到处去寻找这个隐藏的珍宝 就是要谦卑到这个地步 以至于耶稣讲天国的比喻的时候 很多人听完就走了 但是有一些真的很想听得更明白的人 他就会来请耶稣说 告诉我们更多一点 刚刚你讲的是什么意思 那这样的人怎么样 耶稣说 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 不让他们知道 因为你们很想切切的得着 凡寻找的就必寻见 叩门的就必开门 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要谦卑一点 我们想要成为一个智慧有福的人生 就要谦卑在主的面前 大小事不要骄傲自大 常常在思想 主啊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做呢 请你指教我 第七节 他给正直的人存留真智慧 给行为存正的人做盾牌 智慧呢 是给正直的人成为真正的智慧 而不是只是很会念书 或是很会赚钱的这种技术的智慧 真正的智慧是使我们得着有福的人生 幸福的人生的一个真智慧 也是让我们怎么样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盾牌 抵挡很多恶者的谎言 恶人的引诱 使我们不会走偏路 以致灭亡 第八节 真正的智慧 也要保守公平人的路 庇护虔诚人的路 的道 你也必明白仁义 公平 正直一切的善道 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 第一章的二到六节 就讲到了真言 它的五个目的 除了要使我们有聪明之外 它第二个目的 它是要让我们拥有的 不仅是头脑的聪明的智慧 第二个目的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 拥有好品格的人格智慧 生命智慧 因此在第二章这边也讲到 第九节 使我们真的能够明白 什么叫做仁义 真的能够明白 什么叫上帝的公平正直 和上帝一切的善道 真言使我们得智慧 不是让你赚大钱 考试考一百分的这种智慧 是真的让你得着一个蒙神祝福 公义正直圣洁 有福人生的智慧 第十节 这样的话 智慧必入你的心 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 就是以这些真理的知识为美 谋略必护卫你 聪明必保守你 当智慧进入到你的心里面的时候 你的身心灵都要蒙福 并且神要让你有蒙虑 有聪明 也保护你远离恶人的轨迹 第十二节也要救你脱离恶道 脱离说乖谬话的人 那等人舍弃正直的路 行走黑暗的道 欢喜作恶喜爱恶人的乖僻 在他们的道中弯曲 在他们的路上偏僻 这边再一次提到 这个两种人生的不一样的道路 祸福人生两条路 你要选择哪一条呢 第十六节 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 就是那有嘴滑舌的外女 在第一章的时候先告诉我们 智慧对我们的日常生活 第一个最大的帮助 就是使我们不要落入贪财 所招来的致命的危险 金钱是中性的 做金钱的好管家 是一件我们需要去操练的事 但是贪财是万恶之根 真言的第一章就先告诉我们 第一个生命中会灭亡我们的敌人 就是贪婪的心贪财 但是真言的智慧 要使我们脱离这种贪婪贪财的隐诱 第二章告诉我们人生中 第二件使我们毁灭的事情 就是情欲 这些情欲色情的事情 会使我们生命生败名利 因此领受智慧 上帝的智慧就要救我们脱离淫妇 脱离那用油嘴滑舌 引用我们的外女 这边其实的原文是 智慧要救你脱离陌生女子 智慧要救你脱离那狡猾的外国言语 因此这边其实是一语双关 一方面讲说智慧要使 要保守我们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使我们远离这些淫乱邪情私欲的事情 第二个 这个智慧也要使我们坚持在上帝的道路里面 不要去听这些所谓的外邦女子的言语 他其实在讲什么呀 就是非真理 对以色列人来讲 外邦女子跟他讲的这些言语就是非真理 他其实在告诉我们说 专心走神的道 不要听神以外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这些鬼道理 十七节他继续讲 他就是讲这个淫妇 离弃了幼年的配偶 忘了神的蒙曰 他的家陷入死地 他的路偏向阴间 凡到他那里去的 不得转回 也得不着生命的路 走上这样的邪情私欲的道路 是一件非常悲惨的道路 到他那里去的 不得转回 也得不着生命的路 那得着什么路 得着阴间的路 所以十八节说 是陷入死地偏向阴间 亲爱的朋友们 当我们在收听今天的这个录影的时候 是不是神也在提醒你 有一些不讨神喜悦的邪情私欲 是不是应该也要在神的面前一刀两断了呢 不然会走向死亡的道路 二十节 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 守义人的路 正直人必在世上居住 完全人必在地上存留 唯有恶人必然捡除 奸诈的必然拔出 二十节告诉我们说 我们可能现在走偏的路 走错的路 但是当我们愿意谦卑的领受 上帝要给我们的真正的智慧 人生有福人生的时候 他就会给我们力量 还记得在第一章的 第二十三节的时候 智慧要浇灌在我们身上 要透过圣灵的工作 透过上帝话语的大能 使我们心回意转 离开欲望的道路 走回智慧人的道路 因此朋友们 如果我们有人正走在错误的道路上 要恳求圣灵来帮助你 要恳求神的话语来光照你 使你能够重新走上 义人的道路 善人的道路 然后呢 你就可以在地上 安然居住存留 不至于被神当作恶人 剪除 而被神全然的拔出 或于福两条道路 就在你面前 你可能觉得你没有能力选择走 善的道路 但不要忘记 神说智慧要浇灌在你的身上 智慧要浇灌给你 透过神的灵 透过神的话 你愿意领受吗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在你面前承认 我们常常走错了路 但是你应许要将智慧 浇灌在我们的身上 透过圣灵大能的工作 使我们悔改 透过神宝贵的话语 使我们一语惊醒梦中人 让我们看见 只有走神的路 才能够安然居住 走恶人的道路 是走向死亡 主啊 让我们有受焦的心 主 让我们 这个在软弱当中的人 愿意切切来寻求你 使我们活命的话语 使我们活命的智慧 如同寻找隐藏的珍宝一样 就被我们得着 因为耶稣你应许说 寻找的真的就必寻见 寇门的你必开门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祝福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